8、9月的數字可能正在穩定 再看消費股 又是否可以捉一下 因為按7月零售品的分類 其實煙酒類是強的 升幅也跑贏其他類別 再看啤酒股的走勢 好像比較難確定是否見底 我們看看八威眼蟹今天反彈 但昨天還創了16.2的低位 非常貼近歷史低位 啤酒股整體來說的毛利是穩定改善趨勢 但似乎有沒有什麼加價的新聞聽到 加起來有秋冬 趨化劑好像不是那麼多 但為何數據看出來是強的 但股價出來又不是那麼強的呢 我想市場的看法是 整版本的增長也挺高的 譬如說華潤 青島都有幾十多巴仙的增長 但是今年上半年我們看到雖然兩者都有增長 但是都是有所放慢 這裏都是反映了特別是第二季的時候 這個情況都不算那麼理想的 看到行業整體消費的動力就沒有那麼強 復償之後可能第一季的時候好一點 但是之後都跟隨整個消費的市道是有所放慢的 這裏就令到整版本的啤酒股 他們那個以往的比較高的股值 都是有一個下調的壓力的 所以我們看到上半年來講 無論你說華潤 青島這些 中期業績比較好的啤酒股 或者中期業績不是那麼好的白鷹亞太 其實他們的股價都是持續處於一個低迷的狀態 這裏反映了就是說那個股值上面 似乎都是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而暫時來說也都沒有看到 那個啤酒市道這一方面的復甦 是有一個很強勁的一個情況出現 所以大家都是謹慎一點 加上這一類的增長股 如果是遇到市場的利率是處於一個偏高的水平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一些的壓力 嗯 其實剛剛你這樣說到 是不是等於啤酒股接下來 都可能要繼續捱沽多一會呢 嗯 我想他們仍然都是處於一個比較低迷的狀態 暫時來說 未見到市場對他們零眼相看的一個看法 或者有一個新的推法制出現 因為我們看到中期業績之後 其實都比較多的行業 是調低他們的那個盈利的預測 或者目標價 那樣的 所以即使他們那個利潤率或者那個策略 其實都仍然維持一個高端化的策略 行業是看得比較正面的 但是股價上面就看不到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這裏反映了大家以往對他一個比較高增長 高估值的策略是有所改變的 嗯 見到八威其實他的歷史低位是15.6 估計是16.8 都跟歷史低位比較接近 也跟Stanley談到另一個人物類別 就是蒙牛 在走勢上是否真的像在見底 即是業績之後最低落過24.3 2020年年底的低位其實都跌得很夠多 即是剛剛好就升春條50天線 走勢比大市是強 即是它的基本因素和估值體 蒙牛是否都有一個見底的一個條件在這裏呢 嗯 我想相對上就好些了 蒙牛的中期業績也都反映了它那個中期的盈利 有一定的跌幅 但是收入那方面都有增長 無理率都是OK的 另外它一些高端的策略也是維持得不錯的 那個市佔率反而是有所上升的 那所以這裏來說市場都叫做收貨 那另一方面投資者比較喜歡蒙牛的原因 就是說它有回購的動作 近來來說都見到不時市場會回購的 那另外也都是會提升那個派息的比率 那這裏也是對於投資者是歡迎的 那因為始終大家都想見到多些公司 就是慷慨地去回饋回股東 那蒙牛是做到這兩樣東西的 那所以它那個股價上面呢 就做得相對上是比較好些 那而大家都相信下半年來講 它那個低溫拿這方面的業務的情況都會有所改善 那它自己的品牌或者市佔率的提升這方面都會有進步 所以變成大家對它的看法就開始沒有上半年那麼悲觀 而是有些資金就重新留意反對 但是蒙牛和百威亞太這一類的消費股 在盈利提升方面是否只可以靠自己呢 即使加價的空間不是那麼大 可能只可以靠阿坑回來去提升那個盈利或者模擬呢 我想暫時來說加價的難度是有的 因為始終那個市場整體的消費氣氛都是比較弱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當然它們要控制成本啦 另一方面就要打好它們自己高端品牌的方面的策略 推出一些價值比較高價值啦 還有那個向著高端市場發展的這方面的新的產品去推高它那個模擬率啦 從而在這一方面呢是改善了業務啦